这间满屋子的花布商品 出自于社区里头 四五位妈妈们的巧手 他们出脑力来设计 包装 摆饰 又要赶客人的订单 真的很忙 我们做的围裙 做足迹就来不及卖 手工做 看就喜欢 你看我这个折子 完全用手工 自己 缝纫机是他们每天 都要面对的机器 缝出来的每一件商品 完完全全手工打板 按照客人需求制作 有时候真的会忙不过来 习惯了就 现在呢 现在这样子 大家一起配合二人 说觉得怎么样 也不错啊 就是姐妹们都住在一起聊聊天 你不要把说 把她说 工作当成一种负担 做起来比较轻松一点 社区发展的目的 是要结合地方的特色 让游客能在乡野间 发现独特的商品 而买回去当作一种纪念 而客人喜欢 妈妈们也就成就感上升 把自己投入在这里 不见得轻松 但甘之如意 一个地区能有这种 具有代表性的商品 对游客来说 是一个相当难得的购物经验 别小看一个小小社区 若行销得当 也许这一针一线 就是未来地区发展的重要命脉 多给这些社区妈妈们加油打气 客家勤劳以及充满大地色彩的 客家花布特色 让社区多了更多的色彩 而重点是 若平常都不去地方社区走走的你们 将无法发现 原来这田间小路上 处处都有惊喜 以及小小的感动在流动着 东台新闻正会如张玉成 日野相报导